为了报复丈夫出轨 女人手持一把小刀 悄悄伸进丈夫被窝 拔下她的裤头 想要将丈夫的宝贝割掉 裤裆的一丝良意 让丈夫惊醒 一脚将女人踢开 再晚一步 宝贝恐怕就保不住了 眼见斗不过丈夫 那就退而求其次 干掉儿子 让丈夫不能传宗接待 他偷偷潜入儿子房间 成其不备 手挤刀落 儿子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屋子 父亲听到叫声 顿感不妙 赶紧起身来到儿子房间查看情况 看到妻子手上的小刀 还有四件的鲜血 儿子捂着裤裆 在痛苦哀嚎 父亲瞬间明白了一切 伸手想要回儿子的宝贝 现在拿去医院 说不定还能接上 然而妻子是铁了心报复丈夫 竟一口将宝贝塞进了嘴里 一番咀嚼 丈夫见状 冲上去掐住妻子的脖子 将她压在身下 想要将她的嘴掰开 能抢救一点是一点 然而妻子想发疯了一样 直接咬住丈夫的手指 丈夫被疼得嗷嗷直叫 一巴掌扇在她的脸上 眼睁睁的看着妻子 把宝贝咽了下去 看着失血过多儿子 情况紧急 父亲也顾不上那么多 抱起儿子就往医院里赶 留下一脸茫然的妻子 呆坐在屋内 他似乎还没有 从刚刚的事情中反应过来 他将双手伸进喉咙 企图将儿子的宝贝吐出来 然而为时已晚 随后他便浑浑乐乐的出了门 走在寒风瑟瑟的街头 思考人生 医院里 满手失血的父亲在焦急等待 不久之后 儿子一瘸一拐地 从抢救室内走出来 幸好来得及时 止住了血 才保住一条命 但是 他从此失去了男儿身 从这之后 儿子连三尿都对不准位置 学校里的同学 也发现了这种情况 放学之后 就将他堵在巷子里 几个人蜂拥而上 就要将儿子的裤子扒下来 想要一探究竟 儿子拼命挣扎 奈何对方人多势众 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好在父亲及时赶到 将他们赶走 这才勉强保下儿子最后的尊严 父亲看着眼前的残废儿子 心里满是愧疚 都是自己图一世之快 害了儿子一辈子 也害得自己绝了后 心灰意冷的父亲 决定拿枪一聊百聊 然而 就在这时 他在网上看到了 一则移植手术的信息 原来宝贝也可以进行移植 一是 他没有丝毫有余 来到医院 将自己的宝贝摘出 准备给儿子装上 可刚摘除 医生就告诉他 现在技术还是不太成熟 近亲一直有很大风险 只能慢慢等待时机 记得父亲差点就口吐芬芳 早不说晚不说 切完了才说 然而就在等待的这段时间 儿子却出事了 这几个学生 简直不要太调皮 他们抓住一个男孩 当街就要将他的裤子扒下 检查他的宝贝 看他是不是真正的男人 男孩拼命挣扎 却无济于事 就在这时 几个混混正好路过 看到有人以多其少 便果断出手相助 三两下就将这群小屁孩赶走 当然混混肯定不会白白帮忙 事后便收下男孩做小弟 让他请客吃东西 当看到花枝招展的老板娘 为首的混混心动了 上来就是动手动脚 老板娘可不惯着他 一巴掌直接扇在他的脸上 这一巴掌不但没有下退混混们 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歹念 他们把老板娘拖到屋子里 实施暴行 男孩试图上前阻止 可被拦在屋外 无计可施 只能眼睁睁看着 混混们一个接一个接入屋内 完事之后 他们还威胁男孩也进去 男孩不敢不从 天往回挥书而不漏 几天之后 警察找上门来 将他们一行私人抓到警局 男孩父亲着急忙慌感到 向警察解释 自己的儿子根本不可能做这种事 不信就扒下他裤子看看 说着就要上前证明 结果儿子瞬间急了 一脚将父亲踹翻在地 再补上脊脚 儿子打老子 一旁的三个混混也看得一连猛 心想这小子真的很 然而 他还是没有逃脱被扒裤子的命运 警察一前一后 将他牢牢控制住 当裤子被拔下的那一刻 在场的人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目瞪口呆 原来儿子根本就没有宝贝 所以根本不可能对老板娘做那事 儿子谨慎的尊严 直接暴露在众人面前 一旁的混混更是笑得肆无忌惮 儿子不甘受辱 看着一旁的混混 气不打一处来 上前就是一脚 将为首的混混踹翻在地 还不解恨 又是连续朝头暴击 混混背着突如其来的暴揍赶蒙了 警察赶紧上前制止 再慢的 怕是要出人命 没脸见人了 痛哭流涕 最终 虽然儿子没有侵犯老板娘 但还是因为打人被关了三天 三天之后 儿子出狱了 他开始慢慢接受现实 和父亲过上平淡的日子 直到这天 他们在网上发现 已经有宝贝移植成功的先例 但是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壁垒 儿子瞬间看到重新做回男人的希望 一是 他心生已迹 找到老板娘帮忙 二人盯上了刚刚被保释出狱的混混头子 看到花枝招展的老板娘 小混混便把吃不住了 一落尾森 上前搭讪 见老板娘不反抗 心里简直乐开了话 两人回到家 几杯酒下肚 混混遍布之东南西北 脑子还在幻想着傻事 殊不知 等待她的僵尸恶雨 混混躺在地上 女人坐在她身上 拿出小刀 对准位置 混混见情况不对 拼命挣扎奋起反抗 一旁的儿子赶紧上前帮忙 将混混牢牢控制住 随着女人手起刀落 混混一声惨叫 她的大宝贝被直接割了下来 女人将混混的尊严丢在地上 儿子见机 捡起来就往外跑 混混顾不上疼痛 挣扎着爬起来追了出去 势必要将自己的尊严夺回 没想到儿子竟然跑不过 一瘸一拐的混混 两人在街头扭打起来 抢夺手上的尊严 没想到一个不小心 儿子失手将宝贝丢到了马路上 正好一辆车子驶过 两人就眼睁睁的 看着宝贝被压的吸碎 混混绝望的哀嚎 这下好了 儿子移植宝贝的计划再次落空 但他依旧没有放弃 重振男人雄风的机会 这天 他在网上看到 一家医院能成功让近亲移植宝贝 这让父子二人一下子看到了希望 要不说父爱如山呢 父亲看到这个机会 立马就给医院打电话 要将自己的宝贝移植给儿子 手术室内 儿子一脸淡定 手术室外的父亲 却显得十分不安 还好手术最终成功 儿子终于重回男儿身 然啊 最大的问题来了 儿子发现移植后 宝贝却不能正常知能起来 那这不就是个摆设吗 这手术前后有什么区别 医生表示也无能为力 大费周章之后 最后却不能用 儿子只能养天长孝 几天之后 离家出走的母亲回来了 当初就是因为丈夫出轨 为了报复 他才将儿子的宝贝割了 狗血的事情发生了 儿子看到母亲之后 竟然起来反应 没想到父亲的宝贝 还会认您主人 母亲这才发现 原来丈夫把自己的宝贝 移植给了儿子 不可置信 开始悔不当初 早知道当时就不该 一时冲动干傻事 这下害了一家三口 没了正常生活 父亲也开始后悔 早知道就不把 自己的宝贝给儿子 此时三口之家 再次陷入混乱 父亲拿起刀 推开挡在门口的妻子 准备冲进儿子房间 想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父亲掀开儿子的被子 就要动手 儿子从睡梦中惊醒 被吓得缩在角落 正时母亲及时赶到 从背后死死拉住丈夫 三人在床上一番拉扯 最终三人僵持不下 静躺在床上痛哭起来 最终父亲决定用枪 结束这段罪恶 他用枪抵住妻子的头 妻子没有任何反抗 似乎已经准备好从容赴死 随着两声枪响 儿子被惊醒 走到走廊查看 发现父母已经双双倒地 鲜血似箭 从弹道上看 都是自行了断 看到这触目惊心的一幕 儿子崩溃了 捡起地上的手枪 打算毁掉宝贝 结束这罪恶的源头 电影《莫比乌斯》 全篇没有一句台词 却将悲剧演绎的出神入化 这场悲剧就像 《莫比乌斯环》一样 一家三口环环相扣 切移不可 然后再一次次错误中 逐渐走向死循环 将能性 能力 道德展现的淋漓尽致 《莫比乌斯环环相扣》